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书记号召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局要认真贯彻落实 不仅要撸起袖子干 还要撩起裙子使劲干 2017年从开始就充满了匪气和流氓气 年末收官时 北京的菜汽大林又烧了三把火 只烧到外来人口哭爹喊凉 北京居民晕头转向 郊区的居民无气取卵 下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过去的2017年 发生了哪些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中共十九大 2017年10月18日到24日 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九大 选举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取习近平尼克强外 新进常委分别是栗战书汪洋 王沪林赵乐际和韩正 王岐山预计在2018年3月的人大会议上 出任国家副主席 十九大上习近平的思想被写入党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将被确立 但习近平毕竟不同于江泽民和胡锦涛 他硬是没有确定下一任他的接班人 十九大前中共高层的激烈权斗 曾被视为第六代领导人之一的深圳才 突然被拉下 据说是涉及谋反 2018年初 中共将修改宪法 将明确中共超越宪法的自尊地位 2018年习近平将正式开启他的新时代 一个红色帝国的极权主义时代 第二件事 刘晓波先生去世 诺贝尔侯兵奖得主 林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 于2017年6月在监狱中被确诊为肛癌晚期 7月13日病逝 7月15日火化 后被中共强制海赃 11月7日 保外就役的异议人士杨天水 在上海因肛癌去世 民运先驱王炳章 已经被中共单独关押15年 刘晓波的去世引发了海内外民主人士 对其倡导的和平理性 非暴力抗争运动的思考 也将唤起更多的国人觉醒 走上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 习近平最害怕的人就是刘晓波 因为刘晓波是他的依法治国 五个自信破产 一个号称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共 竟然连一届书生刘晓波都不敢面对 其自卑和落落令人感叹 第三件事是中美首脑互访 4月6号到7日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工作访问 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与川普总统进行了会谈 11月8号到10号 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当前中美关系的核心两个 一个是贸易问题 一个是朝鲜问题 2017年以来 朝鲜已经进行了多次弹道导弹的试炼 和第六次核试炼 其核打击能力已经可以覆盖美国 在昨天的新年致辞中 金正恩说 整个美国本土在朝鲜的核打击范围之内 核按钮啊 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说这绝不是威胁 而是现实 美国川普总统誓言 如果朝鲜发动战争 美国将以世界未曾建过的烈焰和露火回击 国防部长马蒂斯说 平郎有可能受到毁灭性的军事打击 中方为应对朝鲜局势正在筹建五个难民营 2018年朝鲜战争会爆发吗 我们已经闻到了隆隆的硝烟味 川普总统在中国拿走2500亿订单后 马上变脸 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已经将中国和俄罗斯确定为竞争对手 我们可以预计 2018年的中美关系将更加不平静 第四件事 新疆学校禁止使用维吾尔族语言 2017年中共对新疆西藏的种族歧视和迫害进一步升级 据报道 近年来新疆大学有2000多名大学生神秘失踪 据美联社报道说 在新疆库尔勒有三到四个集中营 一共关押了数千名维吾尔学生 2017年秋天开始 中共在新疆全面禁止学生在学校说维吾尔族语言 实行文化灭绝政策 2017年西藏的真理又有五人自焚抗议 2009年至今已经有150人自焚 中共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 不仅将极其少数民族的反抗 也将使民族和解更加艰难 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主张 可能是民族融合的唯一道路 枪杆子只能招来更多的敌人 手抓饭和输油茶才能迎来更多的朋友 第五件事 北京驱逐外来低端能口 11月18日大兴区西洪门镇新疆二村发生了重大火灾事故 造成了多人伤亡 火灾发生后二十二期 北京市政府就部署了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 在北京的气温已在零度以下的情况下 北京市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安置措施 使用暴力的方法强迫外来低端能口 在数天内搬走 将成千上万的外来人口 赶到寒冷的大街上成为难民 2017年国内出现了很多群体性的事件 与北京朝阳区红黄兰幼儿园园所引发的猎童事件 数万复原转业军人抗疫事件 四川省卢州市卢县太副中学的学生赵新 坠楼死亡 从而引发了居民与警方的冲突事件 三星会与六万成员在北京的大鸿门 国际服装城和大鸿门国际会展中心聚集抗疫 北京驱赶低端能口事件 是中共十九大后全面流氓化的开始 众多群体性事件暴露出中共的维稳机制 已经难以为及 其统治丧失了公信力和合法性 第六件事 周强院长对司法独立亮剑 2017年1月14日 最高法院的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 表示要坚决抵制西方的宪政民主 三权分立 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的影响 要敢于亮剑 坚决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 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争 绝不能落入西方错误 思想和司法独立的陷阱 该讲话立即引来了海的碗 舆论的华人 北大法院后卫方教授 在微博上发文说 这种说法不可理喻 他说 无论怎样的国度 司法没有独立性 最终的结果 只可能是冤屈遍地 引发造反 把司法独立 说成是什么西方价值观 必欲除之而后快 是真正祸国殃民言行 完全是在开 历史的倒车 3月17日 江西赣州农民 林金国 因反抗政府拆除其空心房 而用连产袭击乡能大主席 佐伟 致其死亡 11月16日 赣州市中院的开庭审议 但其辩护律师 实数声却被法院 以其没有会见被告人 以及阅卷的理由 拒绝其参加辩护 2017年中国司法 在中共的统治下 其刀把子的功能更加突出 法制倒退明显 第七件事 电影《芳华》被取消公益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 计划于9月29日上映 但9月24日 官方宣布 芳华将不能按照原定日期上映 其原因呢 疑为电影中有涉及越战脑兵的内容 担心引发群体事件干脑 19大的召开 12月15日 该影片最终公益 2017年9月7日 网信办发布新规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规定互联网群组的建立者 管理者和使用者均需认证 真实的身份 群组不得转播被禁止的咨询内容 群组对群组信息内容有管理责任 即谁建立群谁负责 谁管理谁负责 该新规已于10月8日实行 这一规定引发网民的乐意 网民称之为连作群组织 8月 北京师范大学语言系副教授史杰鹏 和山东工商大学政治系主任李莫海 军营微博上发表政治言论被解聘 私人公共知识分子叶匡正 批评中共打压言论自由的诗歌 我们都是木头人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2017年中共对公共舆论的管控进一步升级 公民言论自由进一步收窄 国内网民翻墙浏览 境外网站的难度增加 习近平的新时代将面临四大天敌 第一是互联网 第二是难以关闭的国门 第三是严重的环境污染 第四是经过40年改革开放 已经深入人心的普世价值 第八件事 终于联合声明废止和武力统一台湾 2017年6月30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现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20年 中医联合声明做一个历史性文件 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对中国中央政府 对香港特区的管理 也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英方对回归后 中国香港无主权 无治权 无监督权 英国政府随即对中方的说法提出异议 12月8日 中国驻美公司李克星在华盛顿表示 如果美国把军舰派去台湾 就启动反国家分裂法 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旅 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支持 李克星的此番言论 立即引来了舆论的浪潮 2017年香港基本法 所确立的一国两制 再遭中共破坏 中共对香港社会的渗途和控制 正在加速 中共对台湾的恐吓是一贯的 其底线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尽管习近平希望在其任内 统一台湾 实现千秋伟业 但不改变中共的政治制度 而企图以武力统一台湾 是疯狂的和不明智的 中共武力攻打台湾之时 就是中共崩溃灭亡之日 综上所述 2017年对中共和中国人民来说 都是不寻常的一点 因为他们都要告别一个旧的时代 而进于一个新的时代 中共要告别近4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进入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时代 而中国人民却要进入另一个 完全不同的新时代 那就是民主宪政时代 我们可以预见 2018年习近平的新时代 将与人民的新时代 发生激烈的碰撞 中共的统治 也将全面进入流氓化时代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